Hello,大家好,我是Jerry 上星期在整理一些房地产数据资料的时候 有注意到College的一个图表,一个资料 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份资料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可以带我们回顾一下过去40年 世界经济在发生一些重大危机的时候 对澳洲房价产生的一些影响 那今天我就想要就这份图表资料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话不多说,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份资料 这份资料主要是在讲说 截至今年9月份为止 整个澳洲房价的涨跌幅 那整个澳洲房价目前就是 截至9月份是涨20.3% 那可想而知,依照现在如果再加算进去的话 是已经超过20%了 那其中雪梨是涨了23% 然后墨尔本是涨15% 然后布里斯本涨19% 不过这个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内容 重点不是右边,重点是左边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是澳洲房价从1981年 一直到2021年的每一年的涨跌幅 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30%,超过30% 那现在目前是整个澳洲房价 涨是第二高的一个波间段 现在是涨超过20% 那我想要就这一份资料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过去40年的历史当中 总共发生过哪些重大的世界经济重大的一些金融危机 然后对房价造成哪些影响 我把它给放大来看 好 整个40年当中房价下跌总共有几次 我们来看一下 1、2、3、4、5、6、7 总共澳洲房价在过去40年当中有7次的下跌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历史 这7次当中世界局势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次澳洲房价下跌的时候 这个第一个波间段 这个是1978年那时候第二次的石油危机 那可能很多观众不晓得那个时候出生了没有 但是你只要知道 就是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 因为阿拉伯国家石油的禁运危机 所以导致全球的油价飙升 那也造成了高通膨 高失约率 然后高物价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环境 这跟我们现在 去年到现在为止 为了挽救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冲击 全球全部都做这个印钱 印钞票量化宽松的这个政策 是造成目前物价飙升的主义 那这两者的通膨 其实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原因 可是造成的结果是一样 就是表示说1980年代到现在 2020年这样子的一个通膨危机 原因是不一样的 可是造成的结果却是相同的 就是物价高涨 然后供应链断层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是全球经济萧条 然后也是刚好日本经济大泡沫的时候 那个时候 1990年代 日本90年代的经济泡沫 让他们的国家对于房地产的炒作 基本上是一点都不抱任何幻想 完全就是走实体经济去走 那第三次的时候就是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在这一次的金融风暴之下 其实跟之前90年代一样 就是房价的下跌 基本上都没有超过5% 然后再来是第四次 这个是SARS SARS那个时候的疫情 澳洲房价的下跌 跌幅也非常的小 再来就是08年的时候 雷曼兄弟跟全球的金融海啸 那我们终观一下前面的这四次 1234 这四次的全球性的这种金融危机 对于澳洲房价的下跌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没有超过10% 大概就是5到10%之间这样跑而已 而且他们的跌幅的时间 大概都在一年左右就完成了 直接就又呈现一个V型的反转 所以终观前面四次全球金融危机 对于澳洲房价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可以得到几个结论 第一个跌幅都不深 基本上都控制在5%左右 顶多都还没有到10% 那第二个是 他们V型反转的时间都很短 基本上都在一年左右就完成了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五次 澳洲房价跌幅比较深一点的时候 是澳洲在2010年到2012年这三年的期间 澳洲的升息造成了它的跌幅 大概差不多两年多 那这两年多整个澳洲房价的下跌 跌了差不多将近15%左右总共 这一次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因为 雷曼兄弟全球金融海啸之后 这整个经济整个房价呈现一个V型 非常快速的一个反转 那澳洲为了一直这样子的 首先是为了一直房价 那第二个是因为经济也恢复到相当的程度 所以它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升息的国家 那非常短的时间 然后做一个非常急促的升息 导致这整个澳洲的房价 呈现下跌的这个趋势 所以跟之前前面四次的这个房价下跌 其实我们先可以得到第一个结论 其实澳洲的房价 如果是由政府所主导来压抑房价的话 它的效果其实会比前面几次 全世界发生不可抗性的这种金融危机 这个影响还会来得大 那我们来看第七次的时候 第七次的房价下跌 大概是差不多在2017年 那个时候澳洲实习贷款紧缩的这个政策 从2017年到2019年 那这个基本上跌幅也是将近差不多在15%左右 也是大概两年多的时间 那么这40年来第七次的房价下跌 跟第六次的房价下跌 我们一样都可以回到刚刚的一个结论 就是因为这两次都是澳洲政府所主导 让这个房价下修 跟前面五次的全世界金融所发生的澳洲房价下跌 情况都不太一样 政府所主导的压抑房价的政策 它所造成的影响跟力道是比较大的 那来到去年 大家印象很深刻 其实就是疫情 疫情的因素 其实反而并没有让澳洲的房价下跌 这跟之前SARS的时候 情况其实非常相近 疫情对于南半球的澳洲 房价所造成的影响 其实非常的小 而且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为了挽救整体经济 澳洲政府跟央行出台了很多 这种旧式的措施 所以导致这个房价反而不跌 反升 那最后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最后一点 是奥运 在1992年 正式宣布雪梨要举办奥运的时候 从92年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 整个澳洲房价基本上走的是一个 多头的局势 虽然中间有经历过了亚洲金融风暴 但是也仅止于这么一次而已 大部分都是上升的 那回顾一下历史 雪梨奥运之后又出现了SARS 但是出现的下跌影响是非常的小 那这个跟我们之前有一期的内容 谈到奥运对于澳洲房价的影响 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那个时候是预估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2032年布里斯本奥运 其实整个澳洲房价的涨幅平均会以10%左右的幅度上升 一直到2032年 那跟这一份图表 其实平均下去看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接近的 虽然在这期中可能会有一到两次的短暂的拉回修正 有可能是升息 有可能是全球性的障害 但是短期来看 整个多头的涨势是不会变的 那可能有人也会说 现在疫情又多了这个Omicron的这个变数 那我自己个人是认为 就是也因为多了这个新的病毒 这个Omicron的这个变数 我认为各国央行 它会采取更温和的方式去面对通膨 升息的步伐会比较和缓一点 不会像2010年到2012年 就是澳洲 以澳洲而言 它这种强升息的方式来压抑房价 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容易会发生 即便真的发生了 我认为影响澳洲房价的幅度 也不会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至少不会像2010年到2012年澳洲升息 造成的澳洲房价两年多达到15%的跌幅 我认为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以上是我对于CodeLogic 这份图表的一些看法 那首先声明这个 不造成任何投资建议 以上就是我对于这份资料的一点看法 不晓得各位观众怎么觉得呢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来对澳洲房地产有更多的讨论 我是Jerry 我们下期内容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